是这三种情况考虑离婚吧 一 家暴 在长期家庭暴力下 你的身心都会在长期的恐惧和压迫下变得抑郁 软弱 可能你会说这一切为了孩子 等孩子长大再考虑结束这一切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对他的身心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家暴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容忍的话题 这将对整个家庭的发展都是恶性的 二 长期冷暴力 你们过着无爱无性的生活 他不干什么出格的事 但他就是对你不理不睬 不和你交流 完全把你当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时偶尔会说上几句话 也是关于孩子 可能也只是在孩子的问题上 你们才会有一点点交集 在这种期待失望 期待再失望 最后绝望 守着你们这半死不活的婚约 这种恶性状况下去 使人精神会发疯 一 多次出轨 可能有人出轨 我们会选择原谅对方 因为人都有保持不住自己的时候 但是多次出轨就不一样了 都说出轨会上瘾 只有零次或者是无数次 这话是有些道理的 一次为了家庭孩子 你可以原谅 但是两次三次 你还能继续原谅吗